其實Naruko呢,是我的同名品牌,因為Naruko就是我的小名,所以這個品牌呢,擁有我對於每年所有的夢想都在當中,然後對於我所有肌膚的問題,我想要改善的也在當中,那其實呢,因為我今年已經44歲了,我記得我小時候呢, 我最困擾的就是青春痘,然後呢,接下來我困擾的是,皮膚變得很乾燥,那現在我的困擾是什麼呢?我每天呢,都在塑紋,臉上多出哪幾道皺紋出來,或者說可能產生了一些斑點的問題,所以Naruko的這個,對於皮膚的問題呢,適合所有的人,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面臨了所有的肌膚的狀況,我希望這些狀況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那我能夠鴻感深受, 皮膚,當你皮膚不好的時候,你呢,那種心情,就是希望皮膚能夠變得更好一點,所以Naruko的所有的產品呢,一方面呢,是適合所有肌膚困擾的朋友,所有特別研發,那另外呢,在這個產品的成本上頭呢,全部都是運用最天然的植物萃取,包含有絲的植物萃取,然後減少使用這種Paramids,防腐劑的運用, 也減少對於環境的依然,那另外呢,它也傳達了,我對於我們地球的一個理念,環保的理念,所有這個Naruko的產品呢,它的包裝,都可以再回修,再利用,如果你買的是Naruko的這個產品,它的紙盒呢,都可以變形,成為這個筆桶,或者成為這個綿片夾,或者是千里盒, 也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呼籲,來喚起大家,更珍惜,好,然後更愛護我們所生長的地球,所以護膚之外呢,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喚起自己的環保方便的意識,其實是因為07年,我從羅旺斯回來,第一次去羅旺斯,然後我媽媽她因為陷阱的事,居然就走了,那那時候,一方面我非常難過,因為我其實也影響了這一生最重要的一個人, 那我就覺得,已經沒有力氣,沒有任何的想法,去工作了,那時候我甚至得了憂鬱症,那後來是,因為新美姐鼓勵我,然後才讓我有站起來的力量,所以在這個地方呢,我非常感激,新美姐可以的地方,那當然,媽媽呢,永遠會活在我的心裡面,所以我也會非常努力的, 繼續,活在我死班人員的事業,其實AMPM呢,是特別針對呢,居住在大公會的朋友,特別是上班族,像office lady,office guy,比如說像在KL,很多朋友呢,工作非常的忙碌,平常呢,都可能會有加班,熬夜,然後早上起來呢,精神不好,眼睛浮腫,這樣的例子,所以AMPM呢,是特別為這些上班族的朋友呢,所勝利,因為壓力的, 一大的時候呢,會提早出現,老化,皺紋,黑斑,各種的問題,現在呢,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呢,壓力是造成了,老化,主要的殺手喔,所以AMPM呢,去套護膚系列,不但呢,它所有的這個,衣服的成分呢,都是精湘氣血,類似醫學美人般的這種抗擾,防皺,以及美白,淡斑的效果之外呢,它有添加所有的成分呢,都有添加一種,所有的, 快樂因子,你會運用,多種植物,精油,以及peptide,一種生態的成分,那我們在使用,AMPM的護膚品的時候呢,這個香味呢,會讓你覺得舒服,會覺得,比較安平,會心情,那另外呢,在這個peptide上頭呢,它可以幫助我們的這個肌肉呢,不要那麼的緊鬆,放鬆一點,你就會覺得,心情會比較好一點,所以呢,這一套系列呢,如果你是屬於,壓力很大,然後因為壓力呢, 感覺氣色很不好,每天起來都覺得自己面臨菜色的話呢,老牛,非常推薦你,可以使用AMPM的護膚品牌 其實呢,大麻的朋友,因為我陸陸續續來到大麻,差不多五次了,那這邊我觀察很多朋友都有些困擾,就是皮膚容易出油,青春痘,然後還有就是有毛孔蘇大,然後這樣的一個麻感跟困擾,那當然是屬於大麻這邊,因為氣候比較潮溼眼熱的關係,所以呢, 在日後呢,我想研發一款專門針對大麻的朋友所研發的配方的產品,那至於是什麼成分呢,這部分呢,我還在學習,因為我才來大麻五次嘛,所以也希望呢,很多很多愛護藍牛的朋友,可以告訴我,大麻什麼東西,什麼成分呢,大家覺得是很好用的,都可以給我一些回饋,然後到時候呢,我們就可以啟動這個大麻計劃, 然後希望呢,最早最早的時刻呢,就能夠製作出一款針對大麻的朋友量身定制的產品 然後呢,有血手啊,就是那種很中心,壓一點會是血掉的,有時候呢,上班就累的時候,打電腦,每一兩個小時,稍微壓一壓,因為打電腦,大家就去試一個東西啊,我們眼球會往下掉,鬆了,看性體發,眼球往下掉,旁邊,這個旁邊的脂肪啊,會被壓出來,那就是一坨眼袋,眼袋就是掉掉的,經常無止下去,就會出現永久的眼袋 通常做的時候是,不要兩邊一起,一邊一邊開始,那我今天故意就只做它的左邊,然後做完之後,看大家覺得有沒有差別好了,那一邊呢,我們手要扶住,因為massage 最重要的就是不能牽扯到我們的這個 muscle,牽扯到了之後,可能反而會有這個皺紋產生,所以我們手扶著,然後另外一手呢,我們就順著這樣做過來,這個第一個點呢,我們是整個手下去,重複大概 三到十四就行了,那邊很舒服,好想睡,好想睡,這個原因是因為我們平常呢,鼻膜按壓我們的肌膚的時候呢,我們的皮膚會release出一種成分,叫indoor baby,我們翻一點腦內 baby,對 因為Gym的,他皮膚很好,很光滑,很細啊,所以其實,我沒有用這個人的clean呢,都可以好畫還是好畫 因為我今天有畫照片,我怕這樣 真的愛說,好不好 平時有沒有做skincare 有,有OK,還好 有做一些skincare,難怪皮膚這麼好 Thank you 然後再來呢 好,這個點我們做完了 這個點通常都會有一個問題,就是早上玩的,會有這個眼袋啊,水腫的現象 所以這個目的呢,也是幫助我們說,有油,一些水分,小湯這邊有很多的沸水 頂到這邊來之後,我們就順便往下走 走,手,把零分後一點,然後帶到這裡 這個來一下,然後最後呢,就是這個點 這個點呢,因為Gym呢,他沒有雙下巴 怎麼雙下巴要從這邊包上來 那沒有雙下巴,我們直接從這邊走上來就可以 這樣做上來 通常這裡的時候,我們稍微要用這個指頭啊 稍微用一點力,你會覺得算真的 通常這裡呢,是我們咬東西的地方,叫腳肌,橘腳肌 那也是我們要注射這個肉體感去你小臉的位置 但是你平常按的時候呢,你多按壓這個位置呢 就可以幫助你瘦的臉 那就不用打BOTOX吧 對,不用打BOTOX 而且最近有一個這個研究證實喔 通常打BOTOX的話,你的肌肉 I'm sorry 你的肌肉呢,不但會放鬆吃喔 而且肌肉久了會變成這個FAT 就會反而導致你的這個臉喔,更加的熟悉 做一下這樣的按壓 那按壓的時候 Gini可以能一下這個牙齒嗎 就看到有肌肉孤出來的地方 就稍微這樣壓一下 有沒有有點痠痛 嗯,有喔 但是可以忍啊,對不對 因為這個no pain,no you pain 好,那我們做完之後看有沒有想 大家覺得呢,他這邊臉比較小一點 吃你的臉 感谢观看